早就被唐三杀死的鬼斗罗 他又出现在了战场上 这一波绘图转生 别说唐三惊呆了 就连屏幕外面的观众也惊呆了 那他是怎么复活的呢 鬼斗罗能复活 其实和他的武魂有关系 他的武魂就是他的魂魄 之所以叫鬼斗罗也是有原因的 因为他本来就是鬼 只有取错的名字 没有叫错的外号 鬼斗罗一直都不是活人 由于他在小时候就已经死过一次了 只不过没死后 从鬼门关回到了人间 同时他也在机缘巧合之下 魂魄又和身体重新达成结合 也正是在融合的过程中 鬼斗罗出现了极为特殊的武魂情况 觉醒了鬼魅武魂 可以说他的武魂 实际上就是他本人的魂魄 而鬼斗罗也因此成为了一个活死人 所以在当时唐三杀死他的时候 虽然他肉身已死 但是灵魂还在 魂魄还存在世上 也被比比东捡了回来 因此比比东才能复活他 不过他的复活方法太邪恶 直接把鬼斗罗从活死人变成了鬼兵 那么小伙伴们你们说 比比东都能复活鬼斗罗 他为什么不复活绝世斗罗千道流呢 这样不是给武魂帝国 添加一大助力吗 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吧